总理上的那个简单一句话呢 就是华为的这套体系呢 其实是把人的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和奋斗时光 用一个好的虚拟限售的方法去激励起来 那么这样的一个公司从人力资本上就非常强大 自然的也能够创造出更多的这个创新型的知识资本 各位朋友大家好 请说大征探带你东西餐厅热烈 上个礼拜我到深圳在华为的基地和华为的总部呢 做了两天的调研 其中也到任正非先生呢有一些这个交流 那所以今天呢有一个特别这个感兴趣的一个点呢 跟大家一起分享啊 就是华为为什么这么有战斗力 这个背后呢 其实是围绕着人力资本所构建的一整套的 这样一个激励的体系 关于华为的这个激励体系呢 那其实简单来讲有这么几个特点 第一个呢就是全员持股 更重要的是华为对于这个百分之九十八点几的设计到八九万人的这个股权呢 它就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就我们现在理解的这个股权 而是一种它叫做虚拟限售股 什么是虚拟限售股呢就是你在这个岗位上的时候 每年根据你的表现呢那么可以给你配售一定的这个股权 那每年呢也享受的这个股权所带来的分红 但如果你有一天要离开了 那么呢你这个股权呢还要这个按照净资产呢 由华为这个这个工会给你回购 但你现在这种情况你拿钱去买了 如果公司出现了亏损 你事实上自己也是到这个损失啊 那么因此呢就激励所有的人为了这个股权的增值啊 也要努力奋斗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觉得华为呢 这个整个的这个股权安排呢 它是非常动态的啊 什么叫动态呢 比如说你刚加入的这个员工 你没有那么多钱去买这个股权呢 对于新进的这些员工呢 其实啊是给了他们一种这个分红权啊 就是根据公司这些年的业绩 给你们分一些这个利润啊 但是符合一定条件 有一定年限以后呢 就开始用股权了 就这个就变成是实股了啊 那么第四个呢 这个非常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就是华为这个不上市啊 那不上市的好处是什么呢 不上市的好处是说啊 让这个所有的人第一个要长期打算啊 第二个呢 你不要指望着一夜报复 华为的待遇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就说他的这个薪酬有激励 但是呢 他不能通过上市 因为上市以后呢 可能就是报复 爆炸性的增长 那爆炸性增长以后呢 这个人就没有这个啊 这样一个奋斗激励的这样一种作用啊 所以我就是他就是这个不上市啊 那最后一个呢 就是说他的股权呢 这个也是在做一些动态的调整啊 什么叫动态调整 因为最怕的就是固化啊 有些人已经有很多股权 就奋斗精神不够 那么新来的人又没有股权 那怎么去这个动态调整呢 不让他固化呢 啊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比如说这个从退休啊 华为这个到四十五岁就可以退休 但事实上呢 有些四十岁就可以退休 那么你工作满八年符合 都条件以后呢 你退休的是可以保留一部分的股权 那这样的话 有些人就愿意这个退休了 然后呢 如果说你给公司造成损失 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呢 那么这个也会剥夺你的这一部分的啊 这样的一种股权 同时最重要的是每一年呢 大体上还有啊 这个百分之十左右的扩股 那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吸收很年轻的啊 各种各样的这种优秀的分子 包括这个外籍的员工 根据中国现在最新的一些这个啊 政策的规定 他也可以可以这个开始享受啊 这样的一种虚拟限售的这样的股权 所以总体上呢 那个简单一句话呢 就是华为的这套体系呢 其实是把人的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和奋斗时光 用一个好的虚拟限售的方法去激励起来 那这样的话呢 你想想看这么十几万人 这么多的这个啊 当打之年的年轻人 把他们最宝贵的时光都奋斗在这里 啊 那么这样的一个公司 从人力资本上非常强大 自然的也能够创造出更多的这个创新型的知识资本 我觉得这是华为啊 在今天从公司制度上啊 和激励制度上一个非常大的值得去啊 我们去总结的一个贡献